那你移进来只能比0.5嘛 对不对 所以还是公平的啦 我跟各位想 所以我是说 你如果把那个总量把它定了 不要亏待社主导的鼻子 给它多一点 然后呢 按它现在的不动产的价值 所占的总价值的比例 大家要分配 这样公平吧 所以上面有建筑物 没建筑物都一样 公平分配到哦 对不对 所以违章建筑要不要算进去 那你估价的时候你把它估进去啊 没关系要拆监会用补偿会用 都可以估进去啊 OK啊 所以发展钱把它公平了 分配了 那你如果卖给开发者 好价格你就卖 如果你卖不到好价格 怎么办 我说容积营朗 经由估价制度 定出一个官价保价收购 我跟你保证价格收购嘛 对不对 所以会不会马 会不会说那所有的地址呢 说我全部都把它 倒给你政府 说全部卖给你 会这样吗 人不会那么不理性啊 因为这个东西 往着慢慢慢慢 价值一来越高嘛 对不对 我等着人家如果要更新 需要容积 那我当然可以卖到好价格 我干嘛卖给你政府呢 政府绝对不可能太高嘛 还有政府有一招 政府现在不是像游市一一样吗 在卖容积了吗 他卖容积得到的钱 怎么去买公共设施呢 买那些计程向道呢 他是用标的 你是计程向道的地主 你出价最低楼买 出价地的优先买 出价靠楼不买 因为头钱有限 也可以啊 你现在不是这样做吗 以后也可以这样做啊 但是这个是不是很好了 比方向欺负那些 急得要脱手 要变现的人嘛 好像有点欺负弱势嘛 所以这个也不一定要那样做啦 所以另外种方法就是像游市一样嘛 你就是慢嘛 我帮你设置到的地主 我像就帮你卖 你只要同一条件 你就帮你卖了 我卖了以后呢 是一个大水库 然后我的钱呢 再来给你收购 你什么时候 爱卖你 那时候再来买 那时候的价格 我经过市场估价 我没有让你亏待 你没有亏待你 这样难道不行吗 我是希望市政府啊 能够愿意好好的想一想 所以这个没有时间讲这个案例 所以这个地方呢 如果用这种方式 我是觉得 应该有它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 那你东西 你如果花产权把它卖掉以后 怎么办呢 要签一个保育第一权 这保育第一权呢 这个contribution 再称EASYMEM 这个是一个AGMEM 事实上是一个SEE 就是说 你的发产权已经卖出去了 你这块地已经没有发产权了 所以你要永久保育 不然你又还回啊 或是碰到他后代祖孙 那又还回啦 对不对 所以是这样的设计 让他 我是觉得 我现在是 你急着看 科比亚愿意不愿意 用心的思考啦 他们有开过会啦 但是都没用心啦 那怎么换算也一样 那刚刚说 像游市一样 那就是 美国讲的就是 所谓戴金嘛 荣基的戴金啦 啊 我是希望啦 最后一句话 我是希望说台北 新北市呢 已经把荣基上限 定在他的实情细则 实施更新地区 加上所有奖励以后 最高不能超过法定荣基的1.5倍 非更新地区呢 不能超过1.2倍 企业不能要实施 大家等着看 大家等着看 因为政府这种政策啊 很少成功的 等着看 因为当年呢 台北市在1987年 1985-86吧 十四奖励奖励 十四奖励奖励呢 就好像给了两年缓冲 那两年缓冲呢 抢挂号 抢得像红子一样 图都没画 只要第一个见 他就算数了 以后 很快哦 可能大家就抢挂号 只要天空申请书就抢了 你等他抢了以后呢 尊正要实施这个速度的时候呢 可能要五年后十年后 人家抢了挂号 可能要五年十年才能消化掉 搞不好二十年都消化不掉 有人跟我讲 总比没有好 那不要作我安慰 我是觉得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权利 社会的财务 为什么要让这一批 这个无知无能的掌权者 这样子把我们输送掉呢 对不对 所以大家好想一想 今天就把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老师跟我们 那么精闭的一个讲解 那其实 像类似的东西 像我们学会有在做原力度跟案 它也是容积 毫无保留的 给到百分百嘛 那其实也是要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我们政府在给予容积奖金的时候 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在采量 他们只要你申请符合 他就给你百分之一百 他根本不省 根本不省 这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那所以这部分其实也是还蛮重要的 那因为今天机会也难得 看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 想要跟杨老师请教的 那那个Rob Robin 这是我们理事长Robin 是要出来寄钱嘛 对对对 所以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台北 因为我看到老师用的是瘦容粒 那个 瘦容粒 Cary capacity Cary capacity 对 那我就想老师听老师的想法 因为我是很多年都关心那个人口的问题 我觉得那个烧子的话不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反而我们老人的那个消费比较低 所以那个应该是对台湾这样子的那个气势 是正面的 那我就想了解 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分析 好 我们用台北市 他的 Hearing capacity 还有收工率是怎么样 或是整个台湾 你不知道那个 有 我做过 我在大概四年前五年前做过台北市了 现在我们也在做新北市 那我们的第一个我们先澄清说 台北市总容量 那个Varling到底多少 就总容低板面积 在台北市在我做那个案之前 没有人知道整个台北市有多少容积 我现在叫不出来 因为我年纪大了 记不得 都在我电脑里 我们确实知道现在的现况的总容板 然后算出来它的容积 我们是知道的 那现在我们就分析了 说有哪些地方 它是现况的发展超过法定容积 那有哪些地方 它还有剩余的容积 它没用的 那我们也发现 很多地方都是已经超过的 台北市大部分超过 那新北的话现在刚算出来 还有很多地方 它的发展是低于法定容积 那我们现在接着是怎么样 我们订了很多的容积力 我们叫哪里 Pasti的index 包括像这个可及性 就是我们讲的accessibility 那accessibility 我们是抓的是公园 立地 广场 开放空间的accessibility 我们用的很简单 我们用一般的Gravity model Exponential function 就是说你离了这些公共设施夜镜 那你的可及性越高 或是效务越高 那一个公园如果离了很远 那效用就降低了 然后我们把它的G 分析起来 我们是用这样真正计算的 公共服务的capacity 用大众运输 这些 那我们会用 per capita 或是per thousand people 那你拥有多少的capacity 用类似这样的概念 那另外呢 那个Limby In the backyard 那个指标 那我们也是看 垃圾圆满场的距离 这个 比例管啊 变变手啦 等等 那这个是负面的 所以这score是负的 前面的是正的 所以有一个scoring system 哦 真正算 那灾害的灵感性 当然都负面的 还有一些生态的主标 这也是负面的 还不止啦 因为我放不下 我们弄了很多主标 然后我们建议一个评分系统 就是一个scoring system 然后呢 我们去评估说 哪些地方的coring capacity 分ranking 哪个地方最高 哪个第二高 哪个第三高 这样子 然后我们抓一个平均 超过平均以上的 或说加减一个标准差以上的 那我们注意 它是优先可以承受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 大概是拿那个average 然后加减一个standard deviation 然后加两个standard deviation 然后呢把它区隔说 哪一些呢是还可以优先进来的 哪一些呢是优先呢 要这样的 要当中铃 所以我们呢 全部分析完以后就知道说 不是没有那么准确啦 但是方向应该是ok的 就是说哪些地方可以up中铃的 你还可以再提升了 哪些地方是当中的 那某些地方是刚好adjust make 你就不要动它了 那接着呢 我们就做一个容积的调整 有一个adjustment的一个方案出来 那这adjustment呢 就是用我的TDR 就是Transportable Development Ride的这个program 那我们找了一块基地 大概是找了心电有一块基地 那我们呢现在正在模拟 就模拟啊 就是说有需要移出来了 根要接收了 就是还有额外的capacity了 那这一个能不能平衡 那重点还是在那一个交易的注度 那个mechanism 那个交易 就是说你一定要创造有足够的需求 否则那个容积也没价格啦 对不对像现在容积奖益那么多 那你说要他去买 他也不太愿意买啊 我都吃饱好了 你再给我一碗饭 我怎么吃得下 所以现在呢 成功的关键就是 怎么样把现在啊 这个已经失控了 autocontrol的这个容积奖益 这个bonus 怎么样把它降下来 你降下来以后才能clie 那个底面 然后才能有这个marking 可以尊正的可以帮助你 所以我们在努力了 那新北市政府是 除了很正面 他们说严厉这样做 但是我很怀疑 因为从来没有相信过政府 这个大概研究阶段他们都说ok 到最后呢 我不相信 因为很快的那个民意代表 压力就来了嘛 所以我常常讲最后一句话 我常常讲说 台湾的政府 政府就是台湾最大的诈骗集团 就是因为这样 ok 好 那这个我请问 谢谢 杨教授你好 我想要请问是 因为刚听你的演讲里面 有去提到说 一些这个 所谓的被化定为古迹 所产生的一些 可能就是对于 当事人的这种 觉得权力受损 到未来开发的一些利益 那我有点搞不太清楚说 那 这个 现在台北市也有一个争议的案子 就是这个文蒙楼 就是 又牵涉到说他要多更啊 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比较疑问是 例如说现在的古迹 就是被化定为古迹 政府是没有给他任何的补偿的吗 怎么好像我看到的资料又好像不是这样 就是说以文蒙楼来讲 他好像主要的争议也不是因为没有给他补偿 那可不可以用文蒙楼 我知道你的意思 来讲 那要不然他主要的一个争论 只要是补偿不够 因为文书法上面就是用容积移转 我们故事序话法上面就有规定了 是83条之一 那条就规定了公共设施用地 古迹历史建物所复走的那个土地 复走的那个土地 那他的发展权是可以移转出来的 比如说现在那个文明楼 假设说是两层楼 我不晓得是几层楼 那他现在的这个容积率可能 比如说只有100、120 那旁边、桌边 假设都已经300、400 那一般人会说呢 比照毗灵 那毗灵的容积给他 所以隔壁如果是住三 那就225嘛 那就会给他225 如果是三三 那不得要给800 给800 所以呢 如果你真正足够给他的补偿 然后呢他能够卖到好的价格 或说他找到有核见的对象 因为他有容积没有币 而且呢政府有一套 这个比较能够规范市场秩序的 那个交易速度 因为你弱势嘛 开发者是强势嘛 不对称嘛 所以往往都是被欺负的啦 所以到最后呢他没有得到真正的 他认为应该得到补偿 所以才会说 赶快把它偷偷拆掉 他说不想就来看真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因为那样子就是你把私有财 转换为公共财 对不对 公共财 公共财呢是公众人在享受嘛 每个人对那个公共财呢 他的评价都不一样嘛 看你的手额啦 看你的偏好啦 什么都不一样嘛 你觉得说文明友被拆掉还在那里 那你可能也说 你每个月愿意付五百块 他可能比较有钱 你说没关系 我就付他一千块 穷人说那我付二十块 总共付得起吧 对不对 那这些钱收一收以后呢 就拿来补偿他 臭臭有余了啦 所以一定要有个机制 那你如果透过容积移转的话 你要建立一个市场 能够确保说 补偿你的容积 你可以真正得到隔壁的周边的人 他真正可以发展起来 可以获得的利益 要相当啊 不是吗 现在是没办法获得利益相当啊 因为你只得到楼板的 发展的权利而已啊 你是地主 你是更新实施者 我要去跟你合作 我有楼板 但是我没有地 有天没地 然后他就欺负你 他说你会稀释掉我的财产价值 然后就压压压压 压到最后 没有分到什么东西嘛 所以我才说用保价的嘛 你如果卖不到好的价格 那你政府应该要补偿嘛 你要有个容积银行 那个banking 那banking的话呢 你当然要像一般银行一样 一般银行呢 就是现金存进存出啊 升息啊 租息 那我们现在就是发展钱 存进存出嘛 一样的道理嘛 没有什么不一样嘛 还有比如说呢 这个容积银行 是会赚钱的啦 如果让我来开 允许我来开 我把大家都找进来住 那你想保证你也要赚翻了 比如说我想台北机场好了 台北松烟那个台北机场 那台北机场呢 台银现在马上就要出来闹了啦 对不对 因为大部分的土地是台银嘛 一小部分是高银嘛 然后一小部分是那个台北市政府 然后还有很小很小一块是 私人土地嘛 那私人土地是可以割掉的啦 那台银呢 他是想 触碰那块地啊 要给他BOT啦 什么设定地上权啊 要从中弥补他那个大黑洞 那个黑洞根本大到 你什么丢下去就不见了 他只要还是那种心态说呢 你作为公共财 那我都没有得到利益 那我干嘛给你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融机银行 帮台银卖 但是你前提 还是我讲的 你现在融机奖益 不要给那么多嘛 我们讲过M2了啦 对不对 你看那个更新实施者赚多少钱呢 我看了在座可能应该有人知道啦 我们是真的不知道啦 我每次呢 台北市政府更新处那边 那都有学生嘛 新北市也都是我学生嘛 我说你逼着建商 把几个个案拿出来 你真正好给他分析 我说你分析呢 很简单 你就说呢 这个开花钱 这个开花货 两个做比较 那开花货呢 就是说 他总共盖了可销售品有多少 我每次都这样讲 你不要去跟他扯说 法定容积多少 或是说呢 用建筑机制规则 他们算的那个建筑容积 他们主要是这两个概念嘛 我说你都不要跟他扯那些 我就要看你的个案 你的销售品有多少 他是总价卖的啦 连大工小工什么都混在一起的 土地啊 老板啊 不管你大工也好小工也好 全部都是这样子 平均每平多少钱就总价嘛 卖给你了嘛 那你去算算看他的 总可销售品 除上土地的基地面积 那个才是真正容积啊 我自定的容积 那个才真的啦 其他都假的啦 你信不信 那暴力啊 因为地主 地主啊 如果我是帮他讲话的话 我现在不太喜欢帮地主讲话 因为地主啊 其实以前出费很多 现在出费比较少了 因为假设上面多了两倍出来 那也就是说 这个原来一份的产权 现在呢 裸板面积呢 变成三倍高了 什么呢 地主分了原裸板回来嘛 就是三分之一分了回来 就是原裸板嘛 那上面呢 他建设公司 卖了仇促整个的建造金会嘛 那土地呢 土地我问了半天 没有人讲的都不太一样 土地我还是觉得 全力变换完要是怎么样 地主呢 是牺牲了三分之二的土地产权 去换取了新的裸板 你信不信 你去问建章他不同意啦 我建议你们呢 真的哪个人有办法拿到资料 你算看吧 上面多了两倍上来嘛 对不对 就是 等于乘以等于三倍 我们的那样倍数加两倍 比如说原来225了 台北市大部分都是住三嘛 盖一出来的话呢 是乘以三嘛 对不对 那乘以三的是那225啊 就是分给那个原地主嘛 我说多给一点点而已 那多的部分大部分都是大工小工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才抱怨说 啊 室内面积片少了嘛 不是这样子嘛 人肉类再加上来呢 那250再加250 就是450 是吧就建章拿走啊 建章的仇奏建设金会呢 了不起 就用当中的一半好啦 那假设一半的话 那也不得了啦 剩下225不全部撞啊 不用用到一半啦 跟各位讲 那产权呢 原地主就牺牲了三分之二的产权嘛 不是嘛 他不是白白得到的啦 我刚讲话要修正了啦 但是 没有时间讲那个细节啦 其实呢 原地主 是真的也没有得到太多好处 但是呢 原地主说 一定要保证他有一栋新王子住 我也觉得不公平 那你家没有房子的人 那你不就出归了嘛 所以我要讲几句话 我说 想要做我当总统 这是不可能的事 我呢 要平均土地发展权 我们不是讲平均地权嘛 我要讲平均土地发展权 那我要怎么样呢 每个人一出生 凭孙认证字号 我就给你一千平方公尺的 楼梯板面积 的发展权 这样公平吧 然后所有奖励 我全部拿走 没有所谓奖励 就是现在要把定了 你要超过的部分 通通要买 这个才叫做平均分配 我常常讲说 手机这么贵 真的很可恶 我现在都一直在想说 我怎么要把这个钱省一点 退休了 不要花那么多钱 搞到半天 那个时候 哎呀 这个台湾住心不可靠 虽然便宜 但是呢 如果说 没办法上网 没什么样 那也没用啊 不是吗 你看看啊 为什么要搞得那么贵 我现在也主张 所谓平均分配 公平分配 我说你规定那些业者 每个人呢 有一个基本的平均 是免费的 比如说一般人呢 可能EG啊 就够用你的 这LINE啊 Gmail啊 这些啊 就过了嘛 收收信啊 聊聊天啊 拿点电话 EG就过了嘛 那EG免费嘛 那用了多了再互惠嘛 那不是大家都公平吗 那数位漏差也降低啊 那大家手机换来换去 那换来换去 就有 有一个 其中的 一个中心 那就送到偏偏地方去啊 你那支 拿去卖 有卖到什么钱吗 那你还不足够呢 就有这个系统 整个把它连接起来嘛 那这个才叫公平啊 那不然不叫公平啊 土地是最不公平的 对古籍的所有钱人啊 非常不公平 水揚把握区的地主 公平啊 公共设置的法流地的 这些地主 不想是因为相对弱势 或是怎么样 居然也几十年来 不吵不纳 这才是我的纳闷啊 纳闷了不得了 他总是在做一个梦 他等着说 哪一天政府的主国来 棍楼征收 那用公告限制加事成 也是不得了 对不对 他说哪一天呢 如果纳进去做树地重画 我昏回来了 也挺不错 所以呢 就是因为有那个月亮 天天可以看 他就天天看那个月亮 他就满足了 所以不吵不闹 这是奇怪的事情 对啊 讲出不可思议啊 对啊 对啊 OK 好的 就最后一个问题 但是我有两个问题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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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刚老师提到那个 发展群的一个移转啊 那提到那个 农机移转的那个价值 也提得到 但是这个移转的过程里面 你是用现代的一个价值 还是说 他可能 以后的一个价值 其实这两个 对于他将来在移转的时候 所获得的 这个农机 其实可能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如果按照设置导 他现在可能只有100万 但是他一起说 如果我将来开发以后 我设置导那边应该有200万的 这个 这个开发的一个水准 那所以你跟我讲说 我现在只能去换到 那种 这个0.5的 这个 就是那个地方是比较高价值 我只能换0.5的农机 但是事实上如果将来开发的话 我是可以换到一个农机 那对于 未来的这种 这个农机的一个价值 很难以估计 第一个 第二个是 这个农机的一个使用方式 其实会有不一样 我们一直刚刚在只要谈那个农机 但是豪宅的使用的农机 跟我这种这个伸斗小棉使用的农机 同样的农机 我可能用的是这个大宗营书 用的是脚 脚拉车 我对社会的农机 跟他使用的这个汽车的一个农机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好像跟刚刚老师所提到 那个平均的那个 那个农机发展 有一点 好像概念上有一点 但是怎么样去让这个 这个 这个 农机不同的使用的方式 能够呈现到它的一个农透比上去 我想基本上 那个农机 它是一个财产 它是一个财产 所以这个财产 你有柱油处分的权利 你可以说我现在就把它卖掉了 我如果一辈子都不卖 我可以移证给我祖孙 他永远不会消灭的 财产是不能剥夺的 这是基本的一个轮权的打仗 所以 它那个价值 是一般 是所谓的物业性的交易 来产生的 所以是由市场决定 所以你今天要卖 今天能卖多少钱 是由那个市场来做决定的 那市场决定 怕的是说 市场被控制被扭曲 像我们现在很多东西 都是被控制被扭曲 就是没有那个competitive 就是竞争性不够 像我们的手机 所有 就是因为 就是没有真正的competitive 所以价格才那么贵 本来那么贵 但是呢 如果用容积的概念 又不是说价格要让它降下来 而是说 你那一个market 一定要create它的底面 你如果没有市场 你就是再给社主导的 多少的容积也没用 关键在那边嘛 所以呢 他也都是想法 就不一样嘛 有些人急得要变现 他就把它卖掉了 那可能是出贵最大的 或是说都没有什么嘛 那政府第一个官价相对是比较低的 那他也卖嘛 对不对 然后政府呢 获得了两三年以后呢 赚了大钱 你也不能去跟政府要 也不行 那所以呢 他是动态的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那假设说 我们现在每个人凭孙人症 就是说 被提出来 去登记出生的时候 顺便就领到一千平方公尺的楼地板面积的凭证 你叫他受益凭证也好 什么凭证也好 诶 这个就是你 基本的尊权嘛 基础的一个基本尊权的保障嘛 那我这个东西呢 有没有价值 如果你现在容积还可以 用现在的法定 就是法律创造的嘛 那个是法律创造嘛 那个用法律创造 可以给很多的容积 那我国立千平方公尺也没用 所以那个关键 他整个设计 那个市场要去设计 那我是一辈子在摸这个东西 但是呢 没有 会呼应 其实都没问题 美国到底也是 走走跌跌 现在用的很好嘛 那现在很多的那个 像那个保抑地区啊 湿地啊 或说呢 废弃的矿坑啊 人也不知道啊 结果呢 一弄发现啊 说下面都是矿坑 不能用 然后这个就转为公园嘛 或说土壤被污染了 台湾不是很多土壤被污染嘛 那土壤被污染呢 那也不是他故意去弄的啊 很多都是被人家中的 中毒啊 我把这边的 土壤的土壤 说要我清理 我就送到你那边了 那不然你给你啊 那变成你那边的污染啊 那结果污染呢 得了好处啊 因为污染以后 农地被污染了 就可以变成用途 变成都市计划用地 把你赚到钱 诶 这是荒谬嘛 还都是在发生这些荒谬的事情嘛 所以 容器移转呢 是一个工具 它不是墓地啊 它是一个工具 所以呢 TDR的方案呢 第一个先确立方案的目标 不能盲目的说 说 我就 要移转就移转 更不能盲目的说 甚至我要开花 我会开花 我就是要开花 它更不行啊 你看 最后还是一场悲剧啊 这场悲剧 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一代 因为谁能保证200 从现眼的这个王宏的标准 可以保得住整个台北都会 我请问 假设 莫拉克台风 三天的降雨量 2500毫米 三天连气降人 2500毫米 三天2500毫米 降在台北都会区 我请问哪里会不咽水 我每次都说 幸亏是降在那个地方啊 降在台北部会呢 台北所有陛下街啦 捷印系统啦 所有的地下室啦 都变成天然的自宏厨啊 都宏厨啊 所以呢 因为我是 有机会我们 如果谈那个 恢复的部分啊 才神奇 所以今天我先要想一想 我把档案也留在这里 看有谁要 你可以看看 因为我寻了很多东西在那边 我这几天没睡啊 都花时间来写这个 大概来之前的一个小时 我才完成了 OK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杨老师 那我们明天呢 在同样的地方 同样的时间 会有这个 那个伊兰守护工作坊的这个 李宝林阿宝 再来跟我们讲 有关于伊兰农舍的一个问题 也希望大家明天可以出现在这里 好 那谢谢大家 让你们再休息 好 很吃 可以啊 因为我刚才是太大了 那我会想的 很厉害 哈哈 都不可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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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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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在 我們 而且我們會把 放在我們畫畫場面 所以其實你們也不用 特地去填斷 慢慢的,只要等下下來 對對對 因為有些上座也要有時間 所以你會放在一起 對,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 可以 對對對 不會 可以啊,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那個 我們會把 還有今天的錄影上 對 對 對 是 是 然後 我們 好,你一定說 那我 請弄 想想 才認真 可以 varit 發生 經濟